向台湾当局狮子大开口的美国政客 远不止格雷奥姆一人 据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不久访台期间 短短几天就进账15万美元 无力不起早 美国政客窜访台湾 大谈什么捍卫民主 看来嘴上都是主义 背后全是生意 民进的当局吹嘘得到美国支持 纯属自欺欺人 真正受苦的是台湾老百姓 一边自己的血汗钱被拿去进贡 一边被绑上台独的战车 驶向危险的深渊